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佳的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宁明君 先首先来关心国际消息 倾度台风沙德尔登陆菲律宾旅宋岛 即将进入南海直扑越南 越南这个月初大约引发水矿和土溪流 上百人死亡 现在又有台风 政府还有民间如临大敌 水淹半层楼高 不少人穿雨衣 爬屋顶等待救援 这个月洪水已经淹没17万栋房屋 还有7000公顷农地 70万家畜死亡 大水还没有退去 现在又有台风 灾情可能扩大 COVID-19超过4000万人确诊 各国积极研发疫苗 中国大陆声称已经有4款疫苗 进入了第三阶段的临障试验 其中这个灭活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 两种技术路线 共4个疫苗进入了三期临床 总体上进展顺利 截至到目前共计接种了约6万名的受试者 未收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初步显示了良好的安全性 中国大陆在五个面向努力 包括减活疫苗 重组蛋白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以及核酸疫苗 共有13支进入临床研究 其中第三期的四款疫苗受试者 只有出现轻度不良反应 例如局部红肿 轻微发烧等等 疫苗的研究各国都在拼近度 英国计划让年轻健康的民众 接种安全的候选疫苗后 刻意感染新冠病毒 加速疫苗研发 不过这引发了疑虑 尽管有风险 英国不少人 还是愿意参加这个 人类挑战计划 计划由伦敦帝国学院 与实验室合作 英国更投入超过1200万台币 招募90位 18到30岁的民众参加 明年1月开始进行 结果5月出炉 伯利维亚第一位原住民总统 莫拉·莱斯 执政长达14年 曾经修宪寻求第四次的连任 但被宣告选举无效 并且引发大规模的抗议 去年辞职流亡海外 因为疫情延宕选举的关系 他有可能返国 根据出口民调 莫拉·莫拉·莱斯的接班人 前经济部长阿尔斯 领先对手67岁前总统 没杀20% 阿尔斯预料在首轮投票胜出 未来施政可能会偏向社会主义 加点回到台湾来关系医药消息 原地踏步竟然脚抽筋 南头有一名女性看去时候原地踏步 突然后脚跟着阿基里斯健断裂 痛到站不起来 医院建议运动前最好要暖身 没时间运动 原地踏步多少有运动效果 但南头一名35岁小姐 踩踏时突然啪一声 右腿的阿基里斯健断裂 医生说实在很罕见 长期穿高跟鞋 阿基里斯健会比较短一点 万一他又做一个拉筋的运动 然后他如果是肌腱不够强壮 就有可能会把它撕裂 阿基里斯健是小腿后方 这一条大约15公分的肌腱 是全身上下最强壮的肌腱 功能是控制脚掌 和吸收着地的冲击力 有可能在做高强度运动 像是打篮球 跑步时受伤 我会先暖身 然后或是把动作放小一点这样 或是轻一点下去 避免受伤运动前暖身要够 往前 往后 用一个身体前后重心的转移 去让我们的阿基里斯健跟进 做一些伸长缩短伸长缩短 这种动态暖身运动 让它延展性好一些 局部循环好一些 如果感觉后脚跟酸痛肿胀 可能是发炎现象 就要多留意 大海新闻 张局国际宗 台中报道 我们常说要活就要动 但对有些人来说如何动 需要特别学习 包括运动员 舞者 还有模特等等 今天的运动守护者专题 就要带您看看 运动医学的普及化 光是把球踩住这个动作 要比一般人多花好几倍时间 需要好几倍的耐心 用力哦 加油 天才就很好 非常好 如果没有人教导 跟邱冠宏一样 脑性麻痹的孩子将会 软疏会变得更严重 然后整个心肺功能 就下降得特别快 特殊疾病患者 特别是孩童 更需要运动 随着年龄的增加 这样青春期 它的体重可能越来越重 对 那这时候可能 到后来就不太能走 其实很多这种个案 到后来都是做在 那种变动文艺上 每周一次 正想尾到临近乡镇的 国中小学帮助孩子 一整个下午 这是专属于 特教学生的体育课 好 没关系 慢慢来 冠宏从原本的 后拉式驻行器 进步到只用单手手杖 有时候他甚至不需辅助 走得比正常人快 他教孩子的动作 是可以也教我们老师 然后我们老师在把这些动作技能 带到我们的课程当中 让孩子可以持续地去进行 过去大概十几年后 其实都是由大连磁机医院 跟我们的嘉义县政府去做合作 他们这些小朋友都是 有的从幼稚园的国小 我们就一直一直看上来 长了之后可能就快比我高了 广义的运动学来说 不单单是好像职业运动员或选手 其实包括学生 又或者是比如说乡下工 夏天工作的阿公阿嬷 你怎么会听 没听啊 他头部要注意 来 中医门整理病患的阿姨 喊着腰很酸 脚也痛 我是努动不是运动 我做不运动 运动跟劳动是不一样的嘛 但是我们也要回去想办法说 他的这个导致他受伤这个劳动 他的知识或是他做什么事情 而导致他今天这个状况 一辈子务农从青年到老年 长期重复同样动作 劳动使得身体单一触肌肉过度劳累 甚至造成伤害 让他的肌肉的质地变得更稳固 他的骨骼变得更强壮 那他能够 他的身体状况能够去应付 他所谓的这个劳动 那这个当然就是 必须透过运动的方式来去促成 台湾高龄社会 老化县是前三名 嘉义县 南投县 汉云立县 而是质政人口也有将近30万 也就是平均每80个人当中 就有一名失智症患者 可以站起来 人们站起来 好 失智会不会忘记怎么动 理论上动是一种本能 但是不会忘记怎么动 但是他们会越来越 可能动作不协调 然后越不想动 因为他怕跌倒 虽然他们有一点点 轻度失智的状况 可是如果搭配运动 跟搭配认知 结合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课程 是可以帮助他们延缓他们退化 我们如果把这些脆弱的人 能够提高水平 就是等于以预防的角度来看看 能够让他们不要那么的快老衰 罹患特殊疾病 长期劳动者 甚至失智症长辈 欠缺运动都会加速病况恶化 运动守护在疾病之前 延缓老化 预防病疤 未来校园的安全 慈祭从2014年开始 陆续在高雄 屏东 花莲 台东和苗栗 原件减灾希望工程 苗栗的公馆国中校舍 正式落成启用 刚好是74周年校庆 时身热闹的历心处 慈祭之光与公馆国中学生 共同表演手语 为新校舍洛晨揭开序幕 一二三请用简 听到我们苗栗一些校园老旧 需要协助重建 那上人就要我赶快到现场来了解 带着上人的祝福而来 慈祭捡灾希望工程团队第一眼看到的旧校舍 墙瓦军裂水泥裸露安全确实堪率 两年多前启动原住建设 从我们第一开始的北洞 一直到东洞 然后一直到南洞 一直到西洞 那上人的慈悲 让我们整个学校可以整体凯建 新校舍共四栋大楼58间教室 包含行政大楼班级教室 图书馆 试听音乐教室等 老校重获新生 我们也把学校的一些 很重要的那种心灵的记忆留下 包括几棵老树 那现在这个围起来的空间 是一个回字型的空间 那小孩子进来其实是很稳定的 整体看起来很干净 也很整洁 而且由于台湾很常会地震 所以它给我们做了柱子特别的处理 一间大爱为良 智慧为强的新校舍 在苗栗公馆国中正式启用 大爱新闻 镇县美之工张立玉 袁淑珍 张海涛 苗栗报道 慈济基基金会配合政府的长照政策 与慈济科技大学合办长期照护科 菲律宾籍专班课程 培育专业的照护员 希望他们把专业技术带回菲律宾 也可以改善家里的经济 母亲走路 1 2 1 2 3 膝盖抬起来 现在开两下 8 8 7 6 5 4 3 2 1 高领人口增加 现在政府正在推长照2.0 我们也听到很多的新闻媒体有说 我们长照的其实人力非常缺乏 特别是我们第一线的照顾服务员 那所以这个也就是配合政府的一个政策 那学校有所谓的大学社会责任 那在人才培育部分 我们就会针对我们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去做一个培育 好厉害 她有没有很可爱 有啊 有啊 很可爱啊 慈济在2013年 在海燕风灾过后 在日兵的一些部落或者说村庄 受灾非常严重的地方 我们就帮她建了一些大爱村 我们希望延续当时他们在那边的善跟爱 然后到我们现在可以持续那个循环 那所以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就锁定了菲律宾 第一次来台湾刚开始也碰到了一些问题 因为语言不通 然后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那当然不用讲他们可能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就水土不服 那种问题有一些刚开始我们都处理了很多 尤其是情绪上面 所以我们也仅有义的妈妈 我们有一个菲律宾籍的义的妈妈 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光白小组 那一段时间就非常积极地帮学生在情绪 还有他们的适应上面做了很多的辅导 那所以现在看到的18名 其实是非常稳定发展的 我很严重 很严重 从一开始你问他你为什么要来 到现在他会很清楚告诉你 我要成为一个专业的长期照顾人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们也知道这个机会可以翻转他的人生 所以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所有上过我们班的课程的老师们 都会觉得他们反应很踊跃 很积极 会一直不断地发问 我觉得他们很认真 那从他们的学习过程中 我看到那份认真跟很单纯 很简单 很专注啦 我觉得这是真的让感觉上课起来 真的会一起共同 很投入在这个过程里这样 平衡觉怎么了 关切打运动 哦 关切打运动 虽然他们的语言不通 可是他会中文跟英文穿插 然后让老师了解 所以就是让很多上过课的老师 就觉得非常不一样 他们的学习态度就是很惊奇 人姐 人姐 你在哪里 是 你好 我在看你了 那我是希望借由学校这一次第一届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规划 我们看到他们的改变 我们可以未来成立一个长期照顾服务员的一个培育的品牌 你们所谓的品牌就看到这些学习就知道 它是我们词记长道科所培育出来非常不一样的第一线的长期照顾人员 上人云端行脚到台南看到仁德环保站输果丰收 上人就与中菜头比喻菩萨道 耐心铺平 铺宽广 拯引更多人推速做环保 碧绿农园坐落在仁德环保站里 当季蔬果 绿意盎然 生机无限 经理起来要做一个菜头 要做一个好菜头 就有用途 你看这个蜡蜡可以做蒜蜡 这个可以做泡菜 菜脯 还有萝卜糕 也可以做汤头 做汤 让大家在这些生涯 生涯 参加一个好人 这就是在那边起来的 好 您拔萝卜师父也拔萝卜 蒸菜头 蒸青菜 这样 大家在这边来蒸 还可以让大家分享 分享到回来 共用度师父 我的家喝整碗的菜头汤 而且要跟大家说 我们菩萨道 经爱泡 泡好边 像我们在靠菜头 像我们在靠菜头 洗掉了 开大条 菩萨道 要菩萨救生 这是舒服 生机台 踏实行菩萨道 万岁合唱团高歌一曲 饮法志工活力满满 请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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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请客气 好 来 请客气 仁德工业区做邻居 使台南环保站的回收量 清空又在堆积如深 一次又一次的加一减一 志工们不分国籍 不减热情 我素兴ides 我做 doivent职用 每天的忙 都吃起电话 真是 我打算 精神 我当然能认为 我受优责 最后的就是 我抱歉 没烦恼 减速推速不可少 上人行脚与台南环保志工们 在云端相会 提醒众人新冠肺炎疫情未减 看顾环境关心疫情 以健康欢喜心 让环保种子遍地开花 大新闻综合报道 直近纽西兰分会20岁 举办了潮山以及音乐会 志工也透过视讯 与上人分享这份喜悦 祝愿慈祭 在这个20周年庆的时候 能够更加地帮助更多的人 而且以后跟警方的合作 会更加地愉快 慈祭纽西兰分会20周年庆 各界好友与合作伙伴 都献上祝福 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纽西兰慈祭职工 借着云端与上人相见 好 现在就请您跟我来 对不起 打扰你们 小朋友 施工上人来了 上人好 我们爱你 回首20年的光阴 慈祭在纽西兰的会所 从志工的住家到2004年落脚底定 接引的善心人士 有不同国籍 肤色和年纪 97岁的约翰是分会最年长志工 林振龙全家欢喜做慈祭 我觉得我很感恩就是从我的父母亲 我的自己的妻子到自己的妻小 小孩子都很愿意配合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一点点都没有 就是说没有什么挫折 都很做得很开心 85岁的鲍儿女士 持续为东区中风协会许愿 慈祭队伍号档场也是纽西兰慈纪志工的志愿 大家心口一念 四季路上前程福会双修 大家请问珍善美志工纽西兰报道 退休族以防养老也可以无偿提供房屋 给伊甸基金会使用 当作爱心站的据点 让远到来的病友安心治疗 安心站设备齐全 交通便利 甚至提供个人化的补具 让陪伴家属更放心 伊甸基金会着重服务权方位 也开放线上订房 让有需求的病友能够快速地规划疗程 2014年启动爱心站服务 到现在有四个据点 帮助248个家庭 服务760人次 为这些家庭省下550万的住宿费 海洋是最大的垃圾场 而海洋垃圾有94%都沉到海底 甚至在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 都发现了塑胶微粒 而云网 帆布袋等纤维布料 占海底垃圾的六成超过塑胶垃圾 海岸满满都是垃圾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九成的海洋垃圾 其实都在海平面下 生态团体研究更发现 台湾的情况远比想象中严重 西岸的垃圾密度 是全球平均的1.5倍 最大量的淡水河 重量竟然比平均多出90倍 相当惊人 就是淡水河 其实它流经的区域 住了台湾三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其实我们在推测说 这个海底垃圾有蛮大的几率 可能是从上游 或是人口很密集的 这个都会居所留下来的 垃圾千百种 但海底和岸边的样态 居然差很大 渔网 变质带等纤维布料 就占了六成 比塑胶垃圾还多 纤维布料 它可能就来自于 鱼网 尼龙 或是人造的纤维 西海岸清出的 这个鱼网的量 就大概快有60吨 返布袋 麻布袋 或者是工业用的太空包 透过潜水或者是打捞 其实能够移除的量 都非常少 后端处理非常困难 要守护珍贵的海洋 除了源头减量 别无塌法 大线的水产李明华 台北报导 美洲杯凡蝉赛 明年初开打 因美团队 推出新一代的凡蝉 流线型的设计 减少阻力 让蝉身浮在水面 更稳定 新闻者有带您一起来看看 也感恩您收看 这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 祝福您平安 欢喜 我们下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